明后两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欢乐耶诞节 而今天在石门区公所 由乾华国小与石门幼儿园 共同举办圣诞欢乐表演园游会活动 现场由乾华国小与幼儿园的小朋友 所精心准备的可爱装扮 还有圣诞音乐演奏 除了小朋友带来的精彩表演之外 在活动现场还有小型的园游会 由学童担任小小老板 让其他人来购买自己制造的美食与好玩的小游戏 这个美女赶快来买好吃的三明治 一共十元了 有没有圆游会 有 那你卖什么 三明治 三明治啊 那你刚才怎么卖啊 十元 那老板的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他会买东西吃 有圆游会的不对 对 你觉得你游会怎么样 呃会让我们吃吃喝喝的 很好玩 有没有圣诞节气氛 有 很难得有这种活动 对啊 以前小时候都没有 对啊 现在乡镇会办这些活动感觉还不错 在活动现场 许多家长都带着全家大小一起来参与 除了替自己的小朋友在台上表演拍照之外 也能够亲自体验圣诞节的欢乐气氛 此外在圣诞节最重要的就是要拿礼物了 现场可是由前华国小的外籍老师亲自打扮成为圣诞老公公 相当的有气氛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for the community I see all the parents get to come and see their kids perform and meet their teachers so it's really good 他说对于这个社区的发展呢 还有让小朋友跟家长一起互动 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前华国小跟什么幼儿园一起合办 这个岁末圣诞节的平安表演会呢 我们心里满满的爱散播出去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在很远的地方 可是我们两个学校还有我们 跟所有的孩子们 所有的小朋友 大朋友 心里一点距离都没有 然后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就是有西罗亚的一个合唱团 然后来帮我们做开幕的情形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小朋友的表演 再接下来我们有园游会的活动 然后这个园游会呢是由孩子当老板 那其实在这个活动里面 不要以为他是只有玩 其实他们是学习 孩子的他知道要怎么样算钱 然后要怎么样去服务别人 那其实这个活动是蛮有意义的 千花国小表示 其实在千花与实名幼儿园的学生人数相当的少 两个学校加起来不到一百个人 因此今天除了共同举办欢乐耶诞节活动 现场包括施议员等贵宾都一起来共襄盛举 虽然说他们学习的环境比没有在都市 但是他们绝对是最开心 而且我想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最开放的 那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成果发表会 那包括他们等等还有一个园游会 那小朋友可以借由园游会的这个活动呢 学习怎么买卖 然后做一点简单的算术 在生活中学习 那整个公所变得非常热闹 非常有圣诞节的气氛 那今天的园游会都是爸爸妈妈准备的一些餐饮 还有手作品的部分 那整个会场非常的热闹 那后来大家也群众一直一起跳兔子舞来庆祝这个耶诞节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石门区的那个耶诞气氛能够更浓厚 石门区长表示 其实在偏远地区能够有这么盛大的活动相当的不容易 而这一场除了有学生自己准备的表演活动 还有趣味的园游会等摊位 让曲公所充满了浓浓的圣诞气氛 记者是段一 学们采访报导